透过不同创业课程提升创业职能 华联县政府农业处邀请到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的分析师 举办在地制作人工作坊 期望可以透过课程加速在地创业者进入市场的步伐 提高占有率和曝光度 让辛苦努力可以转化成企业成长的动能 华联县政府农业处近年争取到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专案计划 针对在地创新创业活动给予协助及推动 日前举办在地制作人工作坊 邀请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的数位服务创新研究所分析师 潘启明和杜念廷 以实际的商谋角度出发培养商谋规划的能力 分享如何成为有效的在地制作人 从第一堂课从物理的摄影再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物件代到Slogan Slogan文案的提出再到如何去经理 我们的网页的部分在地上面再到现在的 我们的整个数位平台如何去嫁接的部分 所以其实从之前的个人商品的部分 现在做一个整个专案 我想这个课程都是循心渐进的 而且经过非常非常的用心的设计 另外也邀请了非常棒的一些讲师来 我想如果从第一堂课上到现在 应该收获难了 而且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思维 在这里这位游县长 第一个我们希望为花莲育财赔财以外 在我们中生代青年生代 我们更希望能够染财流财 而利用我们外移进来的壮世代 我们的企业朋友 还有外国人在花莲 能够让花莲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花莲 因为大家共同在这块土地上去滋养很多很多的想法的时候 那是会创造一个新基因的花莲 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 工作坊的目的是从在地创业着眼 接下来也会持续与在地业者需求 规划多面向的实作课程与分享 期盼从地方个案观察 农产品品牌的推动到以设计改变地方 推动在地产业发展的新契机 强化在地产业的核心价值 让参与民众能有满满的收获 记者长方艳华临时报道